好 咱们继续 咱们现在讲了两种运算符了 对不对 一个是算术运算符 另外一个比较运算符 对不对 咱们现在来说另外一个好吧 另外一个比较简单 它叫负值运算符 负值运算符 咱们先说负值运算符 刚才说的那是最简单的 什么呀 说的什么呀 就刚才你让我们练一下一个 对啊 不是 如果说最简单的程序是什么 就是hellover的 hellover的 这个衣服 求三个 方法来说 不是 也不是说 那个逻辑上是这样的 但是说它的代码量不是最少的 因为我中间有段代码是重复的 你看看到了吧 然后是 咱们讲一下负值运算符 好吧 复制运算符 咱们接触的 目前咱们接触到的复制运算符是哪个 等号 对不对 就像这样 这样的话我就把数字1复制给了number这个变量 对不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复制运算符是什么呢 你们想想那个算数运算符是不是有加减乘除啊 这样的话 加号等号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复制运算符 有人知道它的作用吗 它等价于什么呀 咱们先看一下效果吧 好吧 那么变成2了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等价于什么呀 是不是这样啊 咱们再这样做 如果说咱们再这样做一次的话 那么这是应该是 是不是应该等于3呢 看到没有 这个呢 这个呢就叫 我也不知道它那个叫什么名字 它的作用呢 就是说什么呀 它们两个是相等的 可以省一些书写的书写的内容 number加等1 等价于 number等于number加1 如果说有了这个以后 其他的你们可不可以推出来呀 可以推出来是吗 加减乘除吧 好吧 number减等1 这个呢 现在number就会变成几 2 咱们看一下好 等于2了 它呢 它的等于等价什么呀 它等 它等价于什么 减 减号对不对 还有呢 乘10 乘等1 2吧 1看不出效果来 对 暗默就变成4了 嗯 等价钱 2 还有呢 2 2 2 5 哇 这个是2 number现在 处之前 number是不是2呀 处之前是4 处之前是4 处之后应该是2 对不对 它这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点0啊 按成那个 不是 它那个是什么样 是3 3和2 这个我没细看 但是说它的结果会是个2 会是个2 这为什么会出个福电数啊 3是 就出现一个2 这个回头我去查一下 加个印他吧 对 加个印他就可以 2没有 他们俩是等价的对不对 嗯 咱们是不是还有个整除啊 百分块 这样的话 4里面有几个2呀 2 2 结果还是2 嗯 有没有发现规律啊 啊 有没有发现规律啊 都一样 你看啊 加减 除了 乘 除 整除 整除 是不是跟 是不是跟咱们那个算数运算符是对应的呀 嗯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还有 这个 百分之 还有个什么呀 是不是应该还有这两个呀 咱们再看一下效果啊 先这个吧 取的是不是语数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对了 还有一个指数的 二吧 这样的话 那么最后会是多少啊 25 结果是多少 25对不对 一个是百分号 一个是信心 这个呢就是咱们所有的复制运算符 好吧 看是这些 我没有 没有落下 没有落吧 这个你们要试一下吗 有必要试吗 你们觉得 不用 其实呢就是说 如果说你记住算术运算符了 复制运算符你也就记住了 只是说再加多加一个等号 好吧 刚才那样的代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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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123 那么123 这样 咱们说下一个好不好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有这三个 NOT ANDR O 那咱们逻辑运算符呢 其实呢 它就是用来做逻辑运算的 咱们前面是不是学了那个比较运算符啊 你每次做比较的时候 它呢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条件 对不对 它呢 成立或者不成立 对不对 怎么把这些条件 多个条件连接起来呢 就用这的逻辑运算符 你看 是这样的 咱们先说AND吧 AND是什么 AND 它的使用方式是这样的 这样 条件二 这样的话 这就是AND的用法 条件一呢 咱们可以 咱们可以替换一下 比如说五 大于三 五大于三 六 大于二 这样呢 这样的话呢 AND 它是连接两个条件了 那我问你 那我问大家 就是说 现在你们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啊 为什么是出啊 它的结果都是出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好吧 咱们看一下这是 哎 沾不进去啊 收写吧 它的结果是处 嗯 那我问你 如果说现在我把这个 换成小一号呢 它的结果是什么呀 为什么呀 按的 你想想按的 它的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呀 且 并且 对不对 你看 如果说 五大于三是对的 并且 六 小于二 六小于二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用且的时候 你想想啊 大家用且的时候是 只有前面两 不是 只有它前后两个条件 全都成立的时候 这句话才是对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如果说你有其中一个条件是 不成立的时候 是不对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时候这整句话 是不是就是不对的呀 对 这个呢 咱们看一下这种结果啊 它是false 对 按的 按的 我再标注一下吧 且 还有个意思 并且 你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来呀 如果说 我这没有表格 我这没有表格 画图吧 我打对钩吧 好吧 对钩 就是那什么 就是表示正确 差呢 就表示不对 分别表示 true or false 好吧 如果说 咱们这是and 你讲讲啊 如果说是按的 咱们在做and的运算的时候 如果说我的两个条件都成立 这个时候它的结果是不是应该对呀 有一个是错误的呢 它就是错误的 对不对 那我问你 这时候如果说我的两个条件都是错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还是错的是吗 负负责正 如果说你看 对于and的运算符来说 你就记住这张表格就行了 你就知道它怎么用了 或者说记住什么呀 and它的运算符 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只有 只有两个条件 全部为 为真的时候 也就是正确的时候 它的结果 它的结果才会为真 对不对 对 这个表格呢 叫真值表 好吧 真值表 and会不会用了 这样大家都理解了 跟and一起的 咱们刚才看了 是不是还有一个R R R是什么呀 或 或者 你想 大家想 如果说我把这里的 我把这 我把这 我把这的and换成R 它的结果是什么呀 五大于三是不是对的 是 六小于二是不是错的 对 他们俩 五大于三 大家想 这是真 或 假 你看 咱们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谁 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或者 谁谁谁 怎么怎么样了 这时候是不是 虽然有两个条件 但是说我只要有一个成立就可以呀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还是先给你们看一下结果吧 好吧 你看它是处对不对 对 如果说我这 如果说我这两个全是对的呢 会不会复复财政啊 啊 会不会啊 稍等一下 你看啊 现在这个结果是多少 五大于三对不对 对 六大不大于二 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真对不对 它的结果就是真 嗯 五小于三吗 不小于三哈 六页不小于二 两个条 两个条件都是 不对的 不对 false 它的结果是多少 会不会复复财政 不会 它是false 对不对 对 咱们再看啊 咱们再看 如果说是 这时候咱们还是看这张表 如果说这 我换成R 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啊 我这四个格里面应该怎么画呀 R R的话 你想 咱们刚才做的时候 五大于三是对的 六大于二是对的 这时候他们给 咱们看到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也是处啊 处表示对 对不对 但是说 如果说咱们刚才写五大于三的时候 六小 五大于三这个条件是对的 六小于二 这个条件是不是错的呀 但是它给咱们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处啊 所以呢 这里的 它就是对 打对勾 表示处 只有 你看啊 只有 五小于三是错的 六小于二 也是错的 只有在这个时候 它的给咱们的结果 才是false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打叉 看到它们两个区别了吗 那二的作用是什么呀 只要有一个条件为 真 结果为 真 如果两个条件都 哎呦 这句话应该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还有一个 咱们说最后一个条件用算符 弄得 弄得 弄得是什么意思啊 弄得 弄得的中文意思是 就是不 对不对 它跟弄很相似 弄得 对 它的 它的那个日语的音译就是 一种神奇的蝴蝶 一种神奇的蝴蝶 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它是这样使用的 这个时候我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false啊 如果说这种情况呢 上面是讲相对蝴蝶 好强的逻辑推断能力 这是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这里 这是逻辑运载符 大家都明白吗 它们之间 我问你 它们之间有没有优先级 你看如果说我写一个 我先写一个 我先随便写 先不要管是什么 A大于B And C大于D 或者 Not A 不是 Not F 这时候它们之间应该怎么运算呢 它们之间有没有优先级啊 你们觉得 没有啊 没有优先级 就是说先我先算这样 先算这个 然后再这个 然后再货 然后这个 它们之间的优先级是什么样的 从左到右 其实啊我跟你说 它们之间的优先级你都不用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因为如果 因为这些东西吧 经常会被寄混 寄混 包括我也是我也我也经常结婚 所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不用寄 不用寄啊 是不用寄啊 咱们家是说啊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它们之间的优先级 但是呢 我希望按照我的天 我希望呢 我希望呢 我先我先算这个 我希望先算这个 我先算出这个以后 再让它的结果去跟 这个 去做按的运算 这时候怎么办呢 括号 加一个年级 括号 优先级 这样的话 我就会 我就会 先算这个 不是 先算这个 然后它一看是按的 按的后面有小括号 我就会去算这个 算出这个结果来以后 再让它们两个的结果 去做按的运算 按的 你看如果说 按的运算是不是只有两个条件都成立的时候 它才成立啊 所以呢 我只有 如果说我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A打AB是成立的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去判断 它是成立的 但是怎么办呢 它里面 R或R 不是 R或和那个NOT 它们之间的优先级是什么呀 你们能猜出来吗 签到它对不对 但是你们也不确定 不确定怎么办呢 加小块 我跟你们说啊 等你们真正去写程序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怎么办呢 即使你知道 它们之间的优先级 但是的阅读 阅读你代码的人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记混了 他记不清了 怎么办呢 你就这样 我 我推荐你们这样去写 这样的话阅读你们的代码会 看得很清楚 好吧 咱们还是看一下他们的优先级吧 好吧 他的优先级是 他们是并列的 是吧 优先级 那我这写的不对 他们他们之间是有优先级的 是有优先级的 但是呢 还是说 咱们试一下吧 好吧 按 5大于3 按的 5大于3肯定是成立的 对不对 这时候呢 我要执行 4大于4小于3吧 4小于3 这个结果是不对的 或者 咱们再写个真的 6大于5 然后如果 咱们想这时候 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2的优先级高 如果2的优先级高 他就会先算他两边了 对不对 对 先算他两边的 然后 这样不行 这样 都是真 谁 你先算谁是真 对吧 不是 如果2 他旁边必须得有两个东西 对不对 如果说 你看 85大于3 你看 如果r比那个按的优先级高 他就会先算 4小于3和6大于5 是不是 他的结果 你看对于这个结果来说 他的结果是真 对不对 对啊 这个时候 再做按的计算 他的结果就是真 但是呢 还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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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中心 也是啊 也是 他的结果 他的结果还是真 你把6小 把6大于5 等于6小 你把5大于3改一下 对 把5大于3改一下 是这样吗 你把第1个改 第1个改 这样啊 这样这样的 这样的话应该是false 对不对 嗯 嗯 这个是成立的 那这样 咱们把它俩换过来 好不好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他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5小于3是什么呀 错的 4小于3也是错的 错的 这时候他应该是个错的 都是错的 那这咱们应该写个对的 都是错的 这样他的结果是什么呀 5大于3是对的 对的 4小于3是错的 错的 对 所以呢 所以呢 这所以呢 前面这个是对的 他这也都是对的 这也都是对的 这样 对不对 按的这肯定是对的 这可以全对的 把最后那个 对到5 就打一个 把最后那个 把最后那个 我按从左到右的顺序 去解释我的 这个运算 你想想 他的应该是什么呀 如果说他俩优先级相同的话 他的结果就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呢 这全都是false呀 哎 不对 为什么是错啊 5大于5 哦 对对对 你看按的的优先级是不是高啊 6小于5 4大于3吗 对的 前面两个是对的 按的6小于5 6小于5是错的 如果说 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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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的先执行 它会 按的 先算后面的这个按的 然后他 然后再算前面的 哦 所以那按的优先机是高的 对不对 嗯 那他 那他的优先机 我记得好像是他的优先级比他俩还高 这因为 因为怎么说啊 你闹 我想 我想要怎么给你们验证一下 那应该是拍了三个条件 对那他是跟一个条件 那他5大于3 对不对 这是NOT的用法 NOT的优先机应该是比他俩还高 这个怎么试一下 我这样可不可以 你看啊 咱们这样 咱们这样 6大于5是对的 5大于3是对的 嗯 你就把上面那个 NOT的6大于5 就把上面那个6 NOT的6大于5 对 你说把这是吧 对啊 它还是 肯定是先算的暗的 对不对 暗的 不是不是 就是说那个对于R和那个暗的的话 它 如果这 咱们先不考虑这个NOT啊 它先算的暗的 对不对 对 但是在暗的里面呢 4大于3是对的 6大于5是对的 但是NOT 这个时候这个暗的就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对 嗯 咱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把 5小于3 它又是错的 嗯 也就是说 这是错的 这边也是错的 对 这边是错的 你看 4大于3是对的 嗯 也就是说这边是错的 嗯 但是呢 如果要计算暗的的话 咱们要先计算NOT 所以呢 所以呢 它们三个的优先级是什么呀 NOT第一 NOT第一 然后是暗的 最后是一个O 对吧 我那是写错了啊 这个NOT的 不是 NOT的真值表 我还用给你们画吗 NOT T啊 F啊 NOT之后就是 它俩相反 这个呢 就是NOT的真值表 对 就是把你的计算结果翻转一下 嗯 我看看啊 咱们讲了算术 算术运算符 复值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咱们讲四个 四个运算符了啊 成员 成员身份 等咱们后面讲数据类型的时候再讲吧 嗯 哎 对了 我这要跟你们说个事情啊 嗯 什么是表达式 什么是表达式啊 跟这咱没关系 什么是表达式啊 运算符 运算符和变量 组合起来的 你看 你看这样 1加 1-2加3 这是不个算数 是不是一个算数式啊 嗯 它有结果 它是不是可以计算出结果来呀 嗯 等于2 这个呢 就叫一个表达式 咱们现在你们 嗯 这样的话 你们看 表达式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表达式有个结果 对不对 你说计算 它肯定有个结果 对 有一个结果 里面有没有运算符啊 有 有运算符 里面的1 2 3是什么呀 数字 数字呢 在这里呢 呃 我可不可以替换成变量 可以 如果 如果说这里面只有加号的话 就像这样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 这也叫一个表达式 简单的 就说 你看咱们看表达式是什么呀 表达式 你看 这是运算符 对不对 但是 但是运算符两边的内容 咱们能说是固定的某一种类型吗 不能 所以呢 这呢 咱们管它叫操作术 操作术 表达式呢 就是由运算符和操作术 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咱们看一下定义吧 其实我定义 我也记得 不是说特别清楚 你看 我这写了 1加2乘3 这就是一个表达式 你看这里的加号和乘号呢 它们都是运算符 1 2 3呢 它就叫操作术 这个表达式计算以后 得到了一个结果7 它的就是表达式的结果 你看咱们可以将计算结果 存在一个变量里 对不对 所以呢 表达式呢 就是由操作术和运算符 组成的一句代码 或者语句 表达式可以求值 它呢 可以放在 复值运算符 等号的右边 用来给变量复值 这就是表达式 你像咱们刚才 咱们刚才做的 咱们刚才做的这些 这也叫表达式 5小于3就是一个表达式 咱们再加上 按的那个逻辑运算符之后 它也可以组成一个表达式 它们都会有一个计算的结果 就像咱们下面看到的 true或者false 表达式后面 这个名字会经常用 大家理解一下 好吧 别的 我看 剩下的 咱们是再讲会儿 现在吃饭的人比较多 咱们是再讲会儿 还是怎么着 现在吃饭的人不得 行 行 那就那什么 那就先这样